欢迎来到政解局 政解一切不明白 大家好 这两天局长看到个新闻很有意思 号称世界四大情报组织之一的摩萨德 最近把中国研制的新冠疫苗 偷偷带回到了以色列 现如今 以色列的情报组织求助中国的消息 传遍大江南北 各位观众老爷是否真的认为 这是以色列特工的失误 接下来就让局长带各位品品 其中的细节 首先呢我们应该明白 疫苗是人类对抗流行疾病最高效 也是最后的手段 这两天 中国疫苗偷渡以色列的消息 从以色列本国的耶路撒冷邮报 到英国的每日快报 再到阿拉伯国有电视台All Arabia 阿塞拜疆的Azbekan24 印度的泰米亚语日报Daily Denti 全世界大大小小不同国家 不同语言的媒体都在报道这个消息 足可见这个消息意义不同一般 局长认为这样的曝光力度 足可以证明这个事儿不小 但总体来看 目前各家媒体的报道 却有都不谋而合的 不深究其中细节 大部分媒体都是说 最近摩萨德把中国的新冠疫苗 带到了以色列 而且多个对以色列政府消息灵通的人 也证实了这个情况 不过一个专门服务犹太人的新闻网站 Yesva World 在报道的标题里 直接用了一个词 走私 也就是说 以色列摩萨德特工 是把中国研制的疫苗 走私到了以色列的 而以色列外交部 卫生部都不愿意回应这个消息 有分析说 这是为了避免外交上的麻烦 那为什么会是摩萨德这个部门呢 让局长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它吧 世界公认 仅次于中情局的第二大间谍组织的摩萨德 也是以色列情报 及特别行动局的通俗教法 更通俗地说 摩萨德就是情报间谍组织 摩萨德不受以色列国家宪法约束 只对以色列总理负责 像极了我国明朝时期的锦衣卫 当然 现代的摩萨德 那更不是浪德虚名 其行动目标广泛 上至国家战略 下至个人隐私 谍报天赋树 点得那叫一个满 他们的很多间谍行动 都堪称世界情报史上的经典案例 光局长有所耳闻的大事 就是他们曾经从瑞士 偷到幻影战机图纸 还利用美国商人之手 偷取177公斤浓缩油 当然还有家常 比如他们还曾偷到约旦国王的尿样 从而掌握他的身体健康状况 更有政坛的桃色 比如拿到克林顿和莱温斯基性丑闻 30个小时的录音 并且想以此要挟时任美国总统的他 局长不禁感叹 这样一个几乎全能的特殊部门 那自然也逃不过今年疫情的考验吧 可不 早在疫情一时 他们就是以色列防疫的重要力量 他们的一举一动 实际上就代表了以色列的国家意志 要知道 之所以摩萨德能成长为以色列在中东 乃至世界立足的重要杀手锏 就是因为国家给予的特殊信任和权力 而这次他们的行动公诸于世 证明了我国国土安全部门的工作 做得滴水不漏 不仅帮助了以色列国家的人民 还获得不为人知的好处 除此之外 还让摩萨德顺便代表以色列 从另一角度示威了他们的美国爸爸 大友 你可以全民免疫 我们可不脱家带口跟你赌命的意思 因为公开的是定义为走私行为 在法律程序上 国家是禁止的 那在公共场合下 以色列还可以是美国的亲儿子 而截获的走私品怎么处理 大家都懂 这直接让白宫方面吃了个哑巴亏 这也是众多有影响力的大媒体 不敢深度报道的原因 分析至此 局长直接感叹你们 有心机的人都太会玩了 政治的勾心斗角 局长就分析到这儿 让我们再谈谈这次以色列疫情 无论外交上如何封锁消息 能严重到摩萨德清朝出动 大伙应该都清楚 以色列这次疫情有多严重 要知道以色列全国也才900万人出头 但现在累计确诊已经超过30万 相当于每30个人 就有一个人确诊感染病毒 死亡人数也将近2500人 与走私串在一起的巧合是 以色列国防部在25日发布消息说 以色列生物研究所 IIBR研发的新冠疫苗 将在11月1日 开始首次人体试验 如果顺利的话 到2021年4-5月期间 将对3万人左右进行接种 这样的以色列 还是属于积极求救的国家 可当局长放眼世界 简单做点推理就能得出 以色列这样的国家都是少数 中国以外 用糟糕两个字来形容 一点不为过 全球累计确诊 已经超过4000万人 死亡超过110万 连头号强国美国都确诊900万 死亡超过20万 更关键的是 全球疫情直到现在 还看不到拐点 反观中国 我们疫情控制得最好 但是大连 乌鲁木齐 青岛 包括最新喀什的情况 说明我们也还不能掉以轻心 让局长更觉得离谱的是 美国白宫办公厅主任 马克·梅多斯 接受采访时直言不讳的承认 美国并不打算控制疫情流行 但他同时也强调 我们将重点放在获得疫苗 找到有效治疗方法 和获得其他缓解方式上 由此可见 疫苗是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 现在 全球有320多种疫苗正在研制 其他国家防疫虽然不积极 但研究方面 世界各国都在和中国 你追我赶 毕竟对他们来说 国内人生死是小 谁最先研制成功 在国际关系这种大事上 就能赢得最大的主动权 这次 摩萨德把咱中国的疫苗 偷偷运到以色列 从一个侧面 也能证明中国疫苗的前景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 关于摩萨德的这波神操作 小伙伴们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来评论区 留言告诉局长 本期节目告一段落 关注郑姐局 带你长姿势 郑姐局 郑姐一切不明白 下期再会